女人当头,我是维尔 这叫高兆,我是Lulu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的星期二的卡布奇诺 那这一次的卡布奇诺呢,是有点特别啦 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一个乐团上来跟我们聊聊天啦 对,很可惜它不是五月天 哦,五月天已经过了,现在已经是十月天了 十一月要来了 不是,因为五月天星期六的时候才半年常会 你有去吗? 没有啊,所以我就说很可惜啊 哦,还好你没有去 那不用紧啊,你可以去这个,因为它向五月天致敬 像五月天致敬 诶,奇怪,如果说致敬的话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 通常你会向谁致敬,就是这个对象已经不存在了 才会致敬,对不对 可是它,没有啊,可是这五月天已经是神级啦 你把他扒养神态啦 真的啊,你不觉得它已经是天团,它不是乐团 是吗,所以呢,我们就要问问看啊 今天我们的这个乐团 他们本身称呼自己为叫Tributes,就是致敬团体 对吧,站下来很自信的 好了,我们有请我们这三位的乐手 在我们的这个榴莲台现场啦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们是Tributes 哇,这个是果然是人强马壮啊 我们两个可以靠边站 对,三个人声音听起来像三十个人的声音 有点过壮 这三个有点过壮 三个身材也很壮 身材也很壮 哈哈哈哈 三个加起来大概三百公斤 所以搞得露莲台今天有点挤 哈哈哈哈 我们一个studio其实是很小的,对不对 很挤 那其实,OK,先问问这三位啊 哎,你们就是,为什么把这个乐团起名为Tributes 就专,专向人致敬的吗? Tributes就是致敬的意思吧? 我没记错 我英文小学程度而已 所以应该是这样子 小学蛮好的 其实这个名字只是一个突发奇想 突发奇想 原本是没有打算放这个名字的 我原本打算放什么名字 Salute 想不到嘛 其实其实应该是在想不到 想不到 因为当初我们这个乐团组成是因为 一场演唱会叫Tributes to May Day 也是因为就是跟月天致敬的关系 所以我们才会说组成这个乐团 然后后来就干脆改名就叫Tributes 那为什么不干脆直接用Tributes to May Day 这个就太直白了 是吗 你插人家名字要给版权 就太直白了 因为他们一开始说是没意见 这些取名叫No Idea也不错 我突然对你们的权利很有意见 所以你们是因为五月天的演唱会 然后才开始了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要成立一个乐团 然后就专向五月天致敬 就只是唱五月天的歌 其实我们也有打算写自己的歌 跟唱自己的歌 其实也有 我们有自己的歌 已经有了 表演的时候其实也有 也有拿过我们自己的歌去比赛 所以呢 也这一次最后一次的Tributes to May Day 之后呢 我们应该 Tributes会正式的解散 为什么是最后一次的 因为他们在解散成立新的团结叫No Idea 然后也在一起的对吗 我们真的要成立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没有啦 就是其实你们的 你们就是说希望可以摆脱之前这个形象 就是专为五月天的这个歌曲呈现表演 话说如此啦 可是也没有什么形象可言 你们形象就是没有形象 这也是一种形象之意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吧 所以你们成团多久了 2013年 三年 三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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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三年多走来就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 有血有泪 有血有泪啊 有血有泪 哪里的手 哪里的手 为什么不会你看你弹吉他或者是打bass 还是会说只会流血啊 不会啊 我弹吉他都没有都没有流血啊 我这张剪的也 吉他这种东西是约弹越硬 什么都会硬 吉他硬 吉他会硬 手指硬 吉他硬 手指 那个弦应该越弹越软吗 不是吗 哎哎是吧 你们吉他是弹什么 越弹越软 大概一样 好像也是这样 是是 所以三位都负责不同的啊 这个这个怎么做工作吧 应该这么说 你们这个角色是什么 来自我介绍一下角色你们都没有他 就一开始 哦我叫tribute chess 那你们就进去别的地方 所以是我们的错 是啊 那他已经赖我们了 对啊对啊 我们基本上都有很多很多 就是需要改进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 开玩笑 哎突然间他们就会很谦虚 很重要的 所以要用這一招 就是自我貶值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謙虛了 所以我們靠邊大腦跟他們說 其實我們也只是一群細菌 小大鴻小蟲 大鴻吃小蟲 我們只是小蟲 那我想問問他就是 還沒說就是 這還沒給人家介紹 你看就來了 你介紹 大家好 我是雷登 我是主唱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 大家好我是Zidus 我是貝斯手 你叫TB TB 為什麼叫TB呢 那個啊 不能說 不能說啊 所以有原因 大眾廣告 因為我知道 我簡單就叫Tribute's Bass 所以是叫TB 大概就是這樣 應該是這個 我幫你演唱 幫你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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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反應 神反應 那以後你又有一個 像威爾致敬演唱會 不要啦 我總覺得致敬 就是已經往生者 才去致敬 因為你今天是神機啦 是 那你們其實 團員是四位對不對 一位是女生 她是負責什麼部分 打鼓的 打鼓 打鼓 很深打鼓 對啊 我還以為是 我還以為是負責花瓶的部分 不要講話 打鼓接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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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鼓怎麼是花瓶 打鼓坐下來在花瓶 就不打鼓的時候就花瓶 就是花瓶 那你們負責就是花瓶的部分 差不多 瓶比較大 這個瓶太大 是嗎 OK 那我們這樣子來看 就是你們平均年齡 應該都是大概十多歲吧 沒有 沒有 十多歲 我們都老了 這邊有一個快三十 快三十 對 自己一套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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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說平均也是大概二十來歲 這樣子吧 對不對 那其實在什麼狀況下 就是 你們是全職嗎 全職樂團嗎 對 真的是全職 全職 所以 我不是 我不是 沒有就是說 你們還是有去接受 或者是 都有 就是表演的對吧 所以 在 你們剛剛說是 通過 因為看了五月庭演唱會 什麼 就Tribute to Mayday 然後就成立了這樣子的樂團 好 為什麼會想過要成立這個樂團 嗯 其實 當初只是學校的作業 哦 只是學校的作業 作業 當然也是 也是 也是有一顆愛音樂的心 欸 好假 很官方 這個手法 加上這些虛偉的理由 加上這樣 各種 各種的虛偽 一看就知道你們這三條虛偽的傢伙 可以 是啊 所以他的致敬也是很虛偽 為了致敬而致敬 我們很真誠 我們非常的真誠 超真誠 為了讓自己的這個歌聲 還有這個音樂 可以讓更多人聽到 所以就把五月天擺上台啊 對 就借助五月天過橋 對啊 然後一假假五月天 然後五月天迷就來了 確實有很多人講 我們在消費五月天 可是其實我們是很喜歡五月天的 是啊 所以我們第一個想到就是五月天啊 要做作業的時候 對啊 你不喜歡它 你怎麼消費它呢 你消費的東西就是因為你喜歡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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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全圓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可以直接就被套出來了 欸你們還真好騙欸 欸 是 我們只不過是十八歲 就是吧 八歲吧 是 那為什麼就是 你們唱的歌曲 就跟五月天很類似嗎 就是如果說你們自己的創作 嗯 不類似啊 還好 其實不類似 不會也很傷感的 聽人會哭 蛤 五月天的歌也是有些聽人會哭很感動的 很感動吧 可是還不能得很傷感欸 特傷感 要不要現場來幾句 來啊 主唱哪一個 去啊 現實扣啊 是啊 那就馬上來啦 超高的欸 不是我唱 超高音的欸 很高音 沒有沒有關係可以有音音的 我幫你玩這個 我唱我唱低音版的好不好 好 來來試一下一兩句 欸 當我說要走 你沒有挽留 悄悄的 溫柔的 緊靠在我胸口 我們哪有以後 如果此刻放手 日日夜夜熬悔 就此擦身而過 好啦 欸 要掌聲鼓勵一下 原本這首歌是 當 哇 哇 哇 好啦 早上早上沒有開聲嘛 對不對 開還沒有開聲 所以就有這種狀況的 沒關係 其實已經很好了 謝謝 是是是 還會安慰我 我好開心 雖然這五月天有一個距離啦 欸 我承認 肯定有距離 肯定有距離 這個距離是一個進步的空間嘛 對不對 有距離是好事 我們會吵著他們的 沒有沒有 可能是他們要跟你們下去學習 是嗎 啊 這距離 欸 距離是 原來是他們在我們後面 我們在前面 不是這樣 我們被蜜蜜打 他們會覺得不蜜 我們也是蜜蜜 什麼 這樣子他們會覺得不尊敬五月天 對啊 所以我就是要靠他們嘛 你看我一路來都射陷阱 欸 要弄死我們 我們弄死 我們弄死 好像螞蟻一樣 是嗎 啊 是 那其實 我剛才問什麼 我突然忘記 沒有問題 我也忘了 你看就給你們弄亂了 給你們弄亂去 其實就是 你們在成軍的時候呢 是三年前 對吧 兩三年 那在成軍的時候 你們是怎麼認識對方呢 是學校的朋友嗎 對啊 那是蠻久了其實 蠻久 都同時那個時候都個別在 其實我跟煥的話 是在音樂學院上課的 你們在音樂學院上課 你們兩位 都是在音樂學院上課 對 他是在另外一間 就不同的音樂學院上課 但是我比較早認識他 對 就鼓手主唱跟我都比較早 比較早就認識 通過什麼方式認識的 不打不相識是嗎 不是啦 打Bad嗎對不對 就走一走路 然後看著他看著他不甩 啊啊啊啊啊啊 就開始了 你怎麼這樣這樣睡一睡 這樣子啦是不是 其實是通過什麼方式 就是真的 我們是在同一家 音樂店 音樂學院 也算是音樂學院 只不過這個音樂學院 不是真正的 學院 他是 the guitar store the guitar store academy之類的那種 就是教音樂的 然後我們在裡面就有在 也是有在玩樂團嘛 有自己各自有在組團 對 各自組團 對 那你們之前的團呢 都解散了 因為你們要成立這個團 對 都解散了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走在一起 為什麼走在一起 是覺得大家音樂理念很相近 還是說 方便不靠近 反正住得很近 很早 對 一方面靠近 一方面就是 偏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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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會 幾個人會像我們那麼 噁 噁心 噁心嗎 風嗎 風 對啊你們還很正常啊 你們有看過風嗎 不是 跟你比較起來 我還想你們距離風還有一個距離 跟你比較起來相差還有很遠 沒有我這個不叫風 我已經說了 變態嗎 所以是有很大距離的 風和心理變態是不一樣的 他會對著麥克笑 對啊 那個笑還有有表情 有層次感的那種 我就是有表情 你有的解釋耶 我就是 你確實不一樣 其實是沒錯 我覺得是 如果會 要喜歡玩音樂的人 多少就是 帶有點瘋狂的 對吧 對 藝術家嗎 藝術家也不一定瘋狂 講自己是藝術家 不是藝術家已經是很瘋狂 他可以就是為了 就是去做他的藝術品 然後就可以不洗澡 那頭髮也留到長長 那個不叫瘋狂 我们都有洗澡的 我们都有洗澡只是没有熟透 我们都有洗澡只是没有用肥皂 好像真的是这样 比我有一点 难怪有一股意味 这是我发出的这个意味 榴莲味吗 榴莲海也有榴莲味 对没错 所以在你们整个这两三年来 你们有接触过 面对过一些什么难忘的事件 跟分享一下吗 最难忘的事件应该就是台湾 像些作文一样 台湾的春浪 春浪音乐祭 怎么听起来乖乖的 是春浪啊 不是春 是春浪音乐祭 不是时春浪 你刚才讲时春浪 没有没有没有 时春浪 你自己想的吗 自动脑谷有不同 这动脑谷没关系要怪我们 没有 Google用多了 它自动完成那个祭祀 是这样子啊 而且那个春浪音乐祭 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触呢 或者感受 之前我们有一个小作品 也是我们自己写的歌 那首歌呢 就有被submit到 然后也有被选上 就是台湾的那个春浪音乐祭 可以给我们去参加那个比赛 其实它是怎么样 就是你们写的那首歌录了过后 然后交上去 然后他选了你们的歌 你们才过去了 对啊 如果没有被选中 你们会可以过去参加 就不能过去 就没过去啊 就 可以去参与的吗 就是说它是open 就是公开给所有的 对那个音乐祭其实是open的 是公开的 但是表演就不可以了 表演就要获选 就是要listed nominated 还是这样选中才有对吗 对 啊 所以你们那首歌 是你刚才唱那首歌 不是 不是 那为什么叫小作品呢 是小品 还是 其实听起来不小啦 不小 怎么样 现在就已经完全把那首歌遗忘了 遗忘了 我们自个儿把它给遗忘 因为被刷掉了 所以不重要了 对 没有那首歌比较 比较比较 比较不主流 哦 比较非主流的 有点稍微比较不主流一点 哦 奇怪 为什么通常音乐角都是选这种 非主流的歌曲吗 特别吗 应该是特别吧 你所谓非主流是指的是 indie pop那类型吗 还是怎么样 那首歌比较 有一点点的 金属感 有一点点 heavy metal吗 可是不heavy 没有heavy就metal 有稍微一点metal到 哦 metal 那你就换其他记忆 叫他现场来就好 但是metal我们爆麦 你看他走远一点 差点了 这首有点难 你看我们自己都不记得了 对啊 我自己也有点不太记得了 太久没有了 真的遗忘了 我担心他走路的时候 他去砸麦 你是故意忘记 没有啦 他好砸 他砸那个麦 砸麦 是啊 我会爱你哟 麦 嘿嘿嘿 然后就是说 所以 你们最难忘对你来说 是参加这个春浪音乐角 那对另外 乐手另外两位呢 有没有吗 他也是这个春浪音乐角吗 春浪 你可以讲一些别的吗 没有他可以讲 你们就讲一些别的吗 是啊 没有什么好讲 其实我 才三年了 最难忘就是组了这个致敬 没有没有 就是 就是这两三年来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难忘的时间 就每天没干了 没干了什么事情 那其实是说 在你们组团的过程中 也没有面对什么难题 嗯 团圆嘛 对啊 团圆 对团圆之间的默契啊 或者是你有争气啊 有吵架吗 没有 真的吗 你们都不吵得大 我们之间换人 哈哈哈哈 好绝哦 好绝 好厉害哦 其实你可以讲一讲说 有关于啊 所以你是刚刚进进来 我们的鼓手 离团又回团 离团又进回来 离团又进回来 几十次的这件事情 同一个人吗 对同一个人 都是专列Failer的鼓手 哈哈哈哈 就可能会把他做了Failer 三千次之类的 他还在 哈哈 诶 Failer 听说你在两三年级 已经Failer 就还回来 不是两三年 两三个月前吧 对 就在Failer了 哇好可爱哦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况 就是说 大家的时间配合不来 还是说就是 在配合方面 就是大家觉得意见不一样 观点不同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讲 呃 在马来西亚 其实玩音乐 真的不简单 为什么不简单 为什么不简单 有什么难的 很难变成我们的正行 正直 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 总会到年纪的嘛 要结婚要干嘛 什么关系呢 什么年纪 就是 午夜天也结婚啦 生孩子 结婚就不可以玩音乐 可是他们是神啊 那你们就玩神 那不一样 我们只是人啊 神也是人 我们只是神经啦 人只是神经啦 神经 还是更厉害 多一张经 神经啦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什么区别 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 可以 大家可以聊聊 你觉得为什么马来西亚玩音乐 人生孩子 然后就 相夫交职 这是女生的 那男的应该要做什么 就是做一个 一家自主 一家自主 严妇 这种感觉 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你们怎么还会有这种想法 我有吗 突然好有 我好像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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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其实我们的鼓手其中一个因素应该是家人的因素吧 嗯 对啊 就是要结婚 然后结果 不是要结婚啦 就 嗯 可能会对他期望比较高 你们对他期望高 是他家人比较高 他家人嘛 他家人对他有什么期望呢 就可能 就希望 赚钱那一方面吧 赚钱那一方面 但是当乐团也很赚钱啦 比如说午夜天也赚钱 对 午夜天嘛 我们不是午夜天 你们就做午夜天嘛 七月半嘛 哈哈 七月半 我没有这个 我老实说 你看在附近话叫破斗 破斗 破斗乐团 中元节 我们叫中元乐队 哎 不过 老实说 我所知道就是在马来西亚 呃 这个做演出的乐团 基本上收入也不太差 就是说 呃 相对比起 你去打一份工 他也不会有太差 太太远距离的一个收入 嗯 都差不多了 如果就是你 你常常有接到收 你一个月可能 呃 十多长 收的话 搞不好 可能比一个经济收入也不差了 就那种情况 嗯 那为什么你觉得说就是搞乐团 是在马来西亚 可能不是搞乐团 你说做音乐嘛 你该用词是做音乐 为什么做音乐很辛苦 除了家人的可能不谅解之外 还有什么原因 整个 因为我们想出道 因为我们是搞乐团 不是搞乐团 不是搞乐团 搞乐团呢 做音乐也是有相似的吧 那或许 或许 应该是我们自己 有我们自己的 莫名其妙的坚持吧 哪一方面莫名其妙的坚持 坚持了三年 之前也应该有大概五六年左右吧 都都都一直在坚持 一直在玩音乐下来 那可能普通人外面外接的眼光 会说就音乐其实又比较不稳定啊 或者说怕没有工作之类的 可是就我们还在做啊 就也好好的啊 有没有工作其实 也有啊 就是有啊 对不对啊 那能不能就是会不会 这两三年来 因为你们在坚持做音乐 结果让你们就是 呃在在经济上 可能面对一个很大 很纠结的这些情况 有发生过吗 嗯 会比较 也是很少 或者没有 对吧 还好 还好 可是要自己自己会 懂得去安排 懂得去打理自己 对啊 所以听起来就基本上 没有太大问题嘛 其实就是说 那我还是没有理解到 你们所谓的男是在哪里 好啦 就是 嗯 就是单纯想花钱嘛 哈哈哈哈 就是单纯 单纯走进其他店 你没看到好美啊好美啊好美啊 买下去好美分析啊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啊 我还没有get到 我还是没有get到 你说什么啊 买什么东西 就买乐器啊 买乐器 那种那种感觉啊 那种虚弄心 就是在器材方面 花钱嘛 对吧 嗯 但是器材方面的花钱 其实可以一步一步来啊 所以那个也不是难题啊 可是他没有收入啊 有收入就是演出的收入啊 然后 所以我就问 我刚才第一个问题是说 你们的这个 就搞夜团这几年来 你们的收入 因为你们是算是 算是大概全职啦 可以这么说 即使可能有一些其他工作也好 但是你们 其中一个是有收入的 就是说这个 这个乐团 是让你们有收入的 对吧 那这个收入是不是足够 让你们过上一个 普通应该 就正常应该这样过的生活 我不说奢华啦 可以吧 四部饱饿不死 四部饱饿不死 伤不去是要饱累的 是 饭停留 听他三个字说完 所以 但是这样子的生活 会 让你们觉得说是 你们觉得值得吗 就是因为 玩音乐 然后过上这样子的生活 值得吗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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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超值得 对不对 因为我想象出还好没有 起码不是在街头卖唱 是吧 卖唱也不错 其实卖唱也不错啊 卖唱也不错啊 好像有有有有有试过 那感觉还不错 蛮蛮蛮蛮蛮好玩的 所以毕竟毕竟我们还是在做我们喜欢做的东西 那也可能没那么多人有这种福利 比如说可能你的职业是 不是你喜欢的 对不是你的兴趣 是一个职业而已 对啊对啊你说的没错 这没错 所以我们也蛮幸运的 老实说我真的觉得你们是挺幸运的一期 因为是最最起码我看到的情况是 还不至于在很糟糕的情况 因为说我玩音乐 结果我的收入是他糟糕 然后身边朋友没有人能理解 然后家人也不能理解 全部是众叛清理那种情况 你们还没有达到 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还好 还没有还没有还好 结果说你们算是挺幸运的一群了 那如果在这个 但是还好我觉得你们都很欣赴 对不对啊其实是很困难的 不过 嘴巴上是这样子讲 可是心里面还是很开心的 对对对对 这种叫犯贱 犯贱是很正常的啦 其实每个人在犯贱的 我也在犯贱的时候 所以那为什么就是 你们觉得你们想要 我这样子来问吧 就这两三年来 你觉得你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我问的比较直一点 进步了很多 进步 从什么什么程度进步到什么程度 嗯 你们进步 你说进步了肯定有个标准嘛 对不对 从S变到L 这是身体的程度 从L变到XL 变到XL 那是你 从M变到L 是啊 这是也是好的 也是好的 这面他们收入不错 没有吃不饱啊 那我们只吃白饭 不要 Loso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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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样一眼 其实也不错啦 从这个这些 就是从就是比较 从Money很多 变成Luxery的一种Life Style 哎 还emat 有一天有这回事 而且有这回事 没有 我刚才问什么东西 你看我就打背心 你问他们进步了 啊 对 如何去衡量所谓的进步 谁要回答 你呢 啊 与其啊 与其说 音乐技术上的进步 大不如是说我们的心态上有所进步 怎么说心态上进步 对于面对自己的人生 跟面对音乐的那种心态上会有进步 以前就会觉得 其实应该也是身边的人影响很多 就身边的人就好像 他们都会跟你讲说 在马来西亚玩音乐不容易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很多 也会有很多不好的评语 好的坏的之类的 你听了其实心里不会很开心的 然后到我们现在组成的这个乐团 然后慢慢慢慢的一直在不停的表演 然后去参加各种比赛 然后在台上也很开心的表演了 开始心里面会觉得很踏实 不要踏实 会很踏实 会知道现在我们在做的 是我们所喜欢的 现在我们在做的对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什么意义 什么意义 爽 爽 所以你们人生意义就是觉得 那不可能是一个爽字吧 对不对 人生意义是什么 有很多啦 第一个我觉得其实音乐嘛 就好像为什么我会写歌嘛 写歌就是我想把我的感受 跟我的人生的一些某一个小部分的经历 或者看法 对看法 对某些东西的看法 我想要跟其他人讲 想唱给人家听嘛 所以就会开始想要跟大家去表达我的 想法 心里面想的东西 嗯嗯 就 在某个程度我们也希望可以影响到 呃 一些人 嗯 可能 影响不到一万人 影响不到一千人 可是至少 我们身边的人会 就稍微被我们影响到 你们觉得影响了多少的人 嗯 应该有三五个这样 哈哈哈哈 就我们自己这样 就你们乐团 你认自己的人欸 对不对 其实跟五月天的 五月天现在在做的东西嘛 他们也是能够用他们的音乐去影响很多人 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 是 对 因为 他们的一首歌确实能够给人很多希望 是 对 然后让人 让其他人在可能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 能够得到很多的力量 对 其实这个是我们 当初在听他们的歌的时候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冲击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嗯 所以 那这个这个就是我们 终极的目标嘛 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做到这样的东西啊 就 让我们的音乐也能够带给大家力量啊 之类的 那那那就是呃 其实我非常认同的 就是说有很多做音乐的呃 或者搞搞乐团 其实主要搞乐团啊 我会分开来看哦 就是做音乐和搞乐团 它可能有一些区别的 因为做音乐它有不同的这种自己的一些理念 搞乐团又有不同的这些自己的一些方向里面要走 那你们你们是以一个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希望可以改变一些人的看法一些想法 可能就比较积极 往积极这方面去改变 对吗 嗯 但是你们创作的这个音乐是不是积极的呢 有吗 各种人都有吧 其实都有 各种元素都有 各种都有 各种都有 不过还没正式的把它放出来 没有就是放出来 有啦有表演啦 然后呃 正式的把它录起来是倒还没 有出专辑吗 Demo 有出过一张Demo Dep还是Demo 有做了你的Demo 里面有两首歌啦 哦 然后有没有打算就是真的是玩完整整做一张专辑 有啊 有 有已经在筹备了 对 在筹备了 把Tribute先做完 啊 Tribute先做完 就是做到什么时候 你们来说 呃 下个月吧 下个月 下个月十一月十三号 Tribute就是那一天 然后过后就单飞了 然后就傻了 解散了 然后他们就重新组团啊 叫No Idea 没有那是我说的啦 他不可能去组团叫No Idea 其实No Idea也不错 好像不错 诶 那是纯粹懒的想名字 对 纯粹懒的想名字 不要吹窗我们 诶 是 那所以就是 在这个 在制作这个专辑的时候 就是词曲都是你们自己的创作 对 是你一个人包完吗 没有啦 就我有我的歌 他们有他们的歌 就各自 各自都会有 每一位都能够创作嘛 对吧 对啊 嗯 那那有没有觉得说 你们的风格是 大家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不同啊 有不同啊 就就因为大家的不同 所以把它混合起来 会很特别 就很特别 就有那个火花图现 对啊 所以也没有说 特别讨厌水 嗯 讨厌都被换掉了 哈哈哈哈 这作品都被刷了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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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但是我认同啊 就是说如果是大家都没办法在一起的话 为什么要勉强下去呢 各方我觉得是搞乐团的东西 与其吵架 对 但我觉得吵架是有好处的 有时候吵架有那个火花 但是如果吵了不能吵的时候 大家都冷战了 不如换掉 我就懂他说 就分手啊 分手就算了 因为你乐团需要默契 对吧 对吧 你没有这个默契的话 你很难混下去的 对吧 就是他可能跟结婚 你可能有点类似吧 对不对 同时五六个人一起结婚 同时 这同居那么多人 也挺难搞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默契是很重要的 那你们平时是 也没有什么培养默契的吧 就是一来就已经默契了那种 因为都是疯子 都是疯子 对对对对 都是疯子才能混在一起 是 你们就是 就是觉得生活中也是这样子吗 对于对待生活 你们的态度 你这样疯疯的吗 对对也是这样很轻松 其实其实也也是 也是 那生活中其他朋友 怎么看待你们 一群疯子 都是一群疯子 就因为你们搞营业 所以认为你们是疯子 其实基本上我们 我们都每天见面 就就生活都是 嗯 离不开对吧 就是这几个人了 那他也会影响其他的一些朋友 他们都会变疯子 嗯 也对 就让他们脱下水吧 就你们疯子圈子大吗 嗯 也不行 这在扩大 其实 不见扩大 对 其实还蛮大的 所以把这个疯 疯的感军就传播出去 散播出去了 对啊